球球出現在剛剛過了的星期日 大阪櫻花主場對六島六島的日式聯賽 櫻花的南韓援将金振元 在禁區內將對方的罰球沒收 正當他將球放低之際 對方的前鋒填隊有三 重途將球偷走再送入空運 金振元一年尷尬之餘 還令球隊在領先一球底下被對方攀平 最後更加輸1比3 做了輸球罪人 看回慢鏡 金振元放低的球的時候 根本沒有立過到處是否有人 最後被填隊有三偷襲得手 都沒有話好說了 但如此低級的犯錯 實在不應該在職業足球發生 老套的說句 敬一時掌一致 無線電視記者姚鑽遠步道